說實在的就我自己的感覺啊 你該負責任的人不敢負責 不該負責任的人你跳出來亂 會搞得亂造造的 對 你說的事情 大家當官喔 萬一越大責任越大 你不出來負責任承擔這一切 你一直要檢討那到底要檢討什麼 都沒有人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那你到底要檢討什麼 所以您覺得 就是說您當過副舰長 您在這個舰上的了解 假如我們假設 今天在您的船上 真的有幾位同袍 在現在這個時刻 他發燒了 他出現了一些 跟新冠肺炎很像的症狀 您身為副舰長 您會不會第一時間知道 還是其實沒人跟你講 你就都不知道了 其實這不太可能會不知道 因為在船上中午用餐的時間 是全部的官員都會聚職在關店用餐 那按照大家的習慣 因為這個時段 全部的官員都會在 所以很多時候在用完餐之後 建長可能覺得 問各部門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報告 喔 正常醫官在這個時候一定也會提出他的報告 報告現場 今天誰誰誰有什麼相關的不舒服 或是怎麼樣 這一定會跟駕長報告 那駕長同時也會指示 該部門的部門主管 那你等一下用完餐之後下午去看 他的狀況 後面後面 康復的狀況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不可能會說 船上不知道有人生病或是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 醫官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個年輕人他可能也照實地回報 那所以看起來 您剛提到 在固定的時間 都有一個像匯報一樣 各部門告訴艦長或告訴您 有什麼樣船上的狀況 就有什麼事